主要是壓血壓到50%就可以觸發普攻追加普攻被人攻擊時有個反擊機制 衷心感謝大家的一直支持 你們每一個的訂閱鍵都是令到本頻道可以保持製作優質作品的動力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今天跟大家玩回三國幻想戰技 話說前陣子剛剛推出了全新聖勢力武將黃穴 今次影片就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隻全新角色 以及分享一下玩了一段時間的陣容配置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的現時進度 現時進度主角就去到一階的46級 平均角色都上了46級 草物方面大部分都已經收集了豬雀、麒麟、白虎 還有兩隻未有 青龍和魚武 到時看看有沒有活動推出 有活動有科賣 紅寵他 然後陣容配置方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本身是用司馬輝的 由於出了全新武將黃穴 試一試用他 但手禁方面都是差點 所以如果你玩群勢力我個人建議都是玩司馬輝 黃穴對於群勢力的配置方面 個人覺得有點格格不入 反而玩魏國我覺得配黃穴會適用一點 屬國也是玩騎兵 吳國就好像是玩弓兵加測試為主 唯獨是今次黃穴就玩長槍兵 所以玩偽的玩家可以考慮抽一抽 這個就是我群勢力的陣容配置 好 帶大家看看這隻黃穴的技能模組 首先就是普攻 105%的密傷 可以有吸收傷害值的機制 吸收30%傷害量的生命值 然後一招露氣技能 都是打單點可以無視防禦值和附加一個debuff效果 降低對方格檔機制和回復效益 並且可以令到目標回合結束時 再有一個額外真實傷害值 然後到他的被動技能 如果隊友是有槍兵武將會有提升一些屬性 所以為什麼大家玩偽勢力是可以配黃穴的原因 因為有槍兵武將可以配合屬性值提升 自身還有另一個機制 就是輸兩隻不足夠50%的時候觸發苦的效果 攻擊時必定追加次普攻 而受到攻擊必定會有一個普攻反擊持續兩回合 主要是壓血壓到50% 就可以觸發普攻追加普攻 被人攻擊時有個反擊機制 但始終都是手段 只有一格攻擊射程 個人認為對一般般打PVE關卡有機會用得到 然後另一個被動技能 就是提升自身傷防機制和命中率 身分值高於95%可以加人性 低於40%就加物攻和命中率 為什麼我會將黃穴升到一星呢? 沒錯 就是因為今次有些課金東西 課金課什麼呢? 就是活動三國福利 黃穴基金 直接課了這個基金 又免費獲得一隻紅象 所以玩這遊戲我覺得很簡單 每一次有新的紅象推出 直接買回這些基金 可以免費拿一隻紅象 買完之後還要賠優 那賠優方面怎麼辦呢? 回到我們陣燕會廳 不停的積存這些紅象券 好像我目前來說積存了大概94張 等下次真的有些適用的紅象才一次過用 而我普通的彈池召喚券都是在等二百多張 等他心願彈池重置的時候再抽取回 這就是我玩這遊戲的目前小小心得 紅象慢慢練都可以 不需要急 有多元寶 每天去回這個雜貨商店買回這個紅象券 等到推出對應紅象適用的時候 才再回回我們目前召喚券 而其他角色的話我差不多都突滿了 主角去到51階才可以再提升升數 本身雜貨商店要一個將軍令 將軍令有什麼用呢? 就是將原先的五星角色再提升到另一個境界 去到六星 七星 八星 九星 需要利用到這個張軍令 董卓 張國 同一原理 總之六星以上就需要使用到張軍令 其實紅象都一樣 只不過我還沒抽到任何一些紅象碎片 大致上的流程就是這樣 加點方面我全部點了右邊 加了墨糖 發工 還有營地 營地方面就... 這次剛剛推出了一個測房活動 上次說過的 記得留一些尋房券 留完尋房券 然後一些尋網活動 紅色寶物 但我暫時還沒抽中過 寶底25008次 抽了776次 工會戰目前都在進行跨幅 一幅至五幅都在打 上次剛剛打完獲戰 現在就是龍城真鋒 好 那就更新完 我目前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 影片介紹到這裡結束 還有玩三國幻想戰的玩家 記得按個讚 還沒訂閱的觀眾 記得按訂閱和分享給你們身邊的朋友知道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裡 有 說到 個地圖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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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